师父好,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我是九一年属羊的 我有出现幻听大概有四五年了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 九五年属什么? 九一年,属羊的 你有一个眼睛很不好啊 对 你身上有个灵性啊 经常会跟你讲话 对 而且晚上讲的比较多 对 白天的好 它经常在你头上 所以你有时候觉得头有点晕晕的 对,有时候头还会痛 对,早上的时候 它这个痛不是一般的痛 是好像炸裂一样的 对 你给它念小房子了没有啊 弟子 我前一段时间有念小房子 但是这段时间就是没有念 没念它会弄你的 对 它有时候不让你念小房子 你知道吗 它不让你念小房子 就是要搞死你了 所以你要赶快要给它念了 师父 它是个小孩子吗 是的 是大概有十岁左右吧 一个 师父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妈妈是 跟师兄 她说我要做三个月的功课 才能做小房子 她说我做的小房子质量不好 我来问一下质量怎么样 你念小房子是吧 你几几年属什么 91年属羊 你大悲咒少掉两位菩萨念的时候 重新你们经常 因为心经大悲咒念了太熟了之后 有时候会漏了 你们就拿本本子 有时候看着念几遍 之后就恢复 就知道自己了 明白吗 明白 你漏掉两位菩萨 地址 地址好像经常看见师父的法身 就是贴在光阴坛门口的那个照片 经常看见那个 而且脑后是有光的 你看见师父法身是不是 对 脑后是有光的 地址问完了 就是告诉你啊 给你加持很多 主要是问题 你这个孩子也好 你还有一个女的声音 你知道吗 对 经常跟你讲话 所以你感情音上辈子也是欠人家的 明白了吗 那么你联想一下 你就知道欠什么债了 情债啊 一个女的 一个孩子 你就知道了 走掉了 都是灵性啊 都是鬼啊 他们本来应该有生存力的 所以你自己可能在某一方面 感情上有个造业 可能是上辈子 也可能是这辈子 我不想讲 别让是你老婆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不是 你边上的是谁啦 我妈妈 你妈妈 吓我一跳 问她是边上的你老婆 但我不知道 弟子再问一下 是只有一个女性对吧 我看一下 他还弄你心脏 对 你的心脏很不舒服 有时候呼吸会难受 对 掐你 他掐你 掐得很厉害 第一子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我看一下啊 一百八 给他念 好好念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的小房子还可以的 只是不够 数量不够 好吧 放声 他警告过你一次 他警告过你一次 你不念之后 大概一个礼拜 他警告过你一次 对 他叫你出了 出了点事情 差一点有事情发生 明白了吗 这是他现在告诉我的 他说你要是不好好把它 尽快操住掉的话 他会给你颜色看的 明白吗 弟子要放声多少条鱼 两千八 两千八 好吧 他教你老实一点的 好吧 你在感情上还是要老实一点的 好吧 其他没什么问题的 他还算善灵 他还不算真的搞你的 真的搞你没让你这么舒服的 不是在你耳朵边上讲讲话而已 插你脖子 鬼压身 什么都来的 让你抽筋 摔跤几次就走人了 你们千万记住了 无缘无故的摔跤 很容易走人的 所以千万要保护好 很多人一摔跤就走掉 以为那是 对我不当心摔跤 根本不是不当心摔跤 都是灵性教你摔跤的 你摔过跤不了 没有 好像也没有 没有 当心点 有有有 在卫生间里面有摔过跤 有有有 没有 弟子想问一下 我妈妈帮我念的小房子质量是什么 你妈妈几几年属什么 六八年 六八年属猴的 六八年属猴的是吧 妈妈念小房子念得很好啊 妈妈很好啊 你妈妈很浅诚的 每天念经烧香啊 起来吧 起来吧 刚才吃 妈妈很好的 你妈妈这辈子就来吃苦的 不是还你一个人在了 还好多人在 你不知道啊 明白了吗 你妈妈要坚持啊 你妈妈要不坚持的话 她会得老年忧郁症了 明白了吗 要想通啊 现在学佛了 不许难过 还债们就还债了 还债有什么难过的了 每个人跑到人间都是来还债的 对不对啊 所以啊 就好好修了 没什么想不通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过了就过了 好吧 小弟好好努力啊 好 年轻啊 好 他在你耳朵边上讲啊 你要特别当心的 好吧 你的右耳朵 不是 我说你的右耳朵有黑气 你妈妈的右耳朵会听不见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好了 你自己没感觉啊 你自己没感觉 你的右耳朵听东西 听到现在 很麻木啊 对 有不啦 对 对 好了 有不啦